她肯定看不到我 喷她 谁呀 你看谁来了 谁看你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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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请问叫什么名字 你不要告诉我你姓什么 你就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就行 对 她要告诉你 她就是给你送过饺子的人 这肯定这问题她也不能答是吧 肯定是啊 您是 先生还是女士 女士 坏了 我这一辈子认识的女士 比较少 很多 女士 你是北京人吗 在北京工作 知道了 第三个问题 您单位在哪 哪个单位的 西城 女的在北京工作就在西城 西城都是什么地方呢 有西单 是延长安届吗 我这啥 您是从事取艺方面的工作的吗 挺厉害呀 应该不属于吧 看错了 我跟你说 你后面还有好几个嘉宾呢 谁知道你看的是哪个呀 来吧 第五个问题 我们一起共同上过王芳的节目吗 王芳和王威念老师的节目 一起 上过 海燕 还是海燕 海燕又回来了 对呀 海燕 你又回来了吗 那挺吓人的 好 来给你报喜来了 这也太快了 这个我就等着撕吧 好 因为这节目不可能你能猜到 绝无可能 就是他 没错 谁 宋宁 宋宁 好 那到底二号房间是不是宋宁呢 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 五 六 四 三 二 一 请打开 二号房间 我差一点 打错了 你看谁来了 欢迎杨磊 我就唱一段 咱们是不是要一起 她是登上烟饰春晚舞台的小品女演员 凭借精湛演技一举成名 真棒 那你说 意象是啥 凉份 她用独特的洋师风格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把你跟她吆喝的浣大米的再给我吆喝一遍 浣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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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一猜你就猜不到 她们还问我说纳薇有可能猜到你了 我有可能猜到 不是 你竟然猜到了一起上节目都没猜到她呀 我只要她再给我一个问题我就开始问您了 看来显然是没有给你留下任何印象了 我不怪你 真的不怪你 因为我们看来合作的还是太少了 明年要更多 没错 但是杨姐 我问的问你可是奔着方向去的 对呀 你是奔着宋宁和海燕去的 不不不不不 你是不是真的上厕所 你是不是之前看到了 我没有看见 我可能我的厕所 卫生间是在房子里头她看不见 你们房间有卫生间啊 对的 那我上的是外面公共厕所 对 我说那么冷的呢 哎 问题是我特别想知道 你的助手老高给你比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老高说的是这个 你瞎眼神啊 老高在哪儿 老高在那儿 告诉他点头对了 但是老高也没明白我要说谁了 他要说谁呀 你看我第一个 是是不是在北京 对呀 一起上没上过节目 而且我全说的是实话 而且跟 一点没给你往歪道上去领啊 而且我还问了 就是一些相关的事情 对呀 那你怎么能没想到呢 然后老高就给你比划这个 那你就应该认定是杨雷了 你怎么就还能想起来是宋宁呢 你心里怎么就有宋宁呢 哎呀 我这心呢 挖凉挖凉了也 对呀 你就都猜成这了 人家还猜成宋宁 他如果再问说 你还有一个问题 我直接能叫出您名字来 我真不信 你回去试一下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应该说过春节了 我特别高兴 今天所有来到我们春节 特别节目的 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大概20天前呢 就联系杨雷姐 她是我们联系的第一位嘉宾 我当时就觉得 就是她是春节联欢晚会 一张很有代表性的脸 所以我特别希望她来啊 所以我特别希望她来啊